今年第一号台风黄风形成了 预计这个周末会最靠近台湾 而市长渭嘉贤在14号特别前往了万寿抽水站 关心抽水站的准备作业情形 市长表示花莲市防训作业不曾松懈 各个抽水站的设备保养也都做严密的整修 要确保所有机具都能够正常运作 市长渭嘉贤14号来到了万寿抽水站 由工程队长于世伦说明了准备情形 也操作抽水机组确认运作正常 这几天中央气象局也有在做一个防台的宣导 预估在16号17号之间 有可能台风会越来越靠近台湾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希望说能够让所有的民众都能够保持身家的安全 所以我们花莲市这个部分有9座抽水站 那也希望这9座抽水站的运作都能够持续正常 那我们工程队的所有弟兄人员们 在每一周三都会做固定的保养 那今天也是来做预防性的突袭式的一个抽检 看整个抽水的状况是不是正常 那我们今天看到刚刚抽水机的机组的状况都是运作正常的 那我们希望说这次台风不要过来 但是我们也要做好万全阴影的准备 那保护我们所有大坏地区的民众的身家财产安全 工程队长于世伦表示 平常针对市区9座抽水站的机具都做好检查 也把蓄水池内的杂物给捞除 以确保排水顺畅 人员都做好随时要进入抽水站的准备 也透过区域排水监控系统来掌握美人系的水位 市长温嘉贤表示 现在证实防训期间警戒要比平常还要严峻 清洁队也会派员巡视路面及各个排水孔 避免有堵塞情形发生 另外也请民众能够针对住家附近的排水沟 如果发现有遭到落叶或垃圾等阻塞 都能够赶快一并清除 介入会换室报导